也有人提出来他跟罗晋跟那个关涛好 说导演这样子演什么样 完成一个任务就算了 最早他想演的是 那角色 我还会请你来演我的戏 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郑小龙 今天和大家一块聊聊 关于幸福到万家的一些事 郑小龙导演请回答 演员片 从结果看 谁的表现最让您惊喜 这几个演员都不错 其实丽颖啊 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 拍的时候 后来到后来慢慢越来越厉害 一直到最后剪接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谁 幸福这个角色就是 你会最后让观众幸福 您咋也这么说呢 他有功劳咋了 让他给我个说法 不然这事我跟他没完 丽颖本人和幸福在剧 或者说一根尖 或者轴正眼上 有没有相似的 我觉得是有点的 现实拍戏当中也是如此 他如果没能理解这个 这个情境 或者情节到这儿是什么 他就觉得演不了 他必须理解了 他才能够去演 他不是那种会演 说导演让我演什么样 反正我就随你 把他当一个 完成一个 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算拉倒 不是 他是完全把自己投入到 这个角色里面去演戏 他用自己的心去演 用完全的投入的情感 去拍戏 听说一开始就想让丽颖来演 幸福到万家 最早我选的演员就是他 但是呢 因为他后来怀孕 生孩子 这个是耽误了一年多的时间 恰好这段时间 我们应该再开剧本 然后就这个 正好改剧本一年多 他孩子也生了 时间也有了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所以说这事就是缘分 他就能碰上 我们等的时间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第二次和张丽颖合作 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一点他是挺好 如果他没有弄通的事 他一定要弄通 他特别坚持 有没有三搭的打算 我觉得 只要有合适的角色 当然可能 我还会请您来 演武器 其他演员 谁让您觉得 他在片场挺认真 挺努力又耗血的 逻辑 原来我觉得他演戏 是有点 有点拿着的 现在我觉得他 他不不拿着 而且放下来 特别放松 你好 我叫关涛 我是一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演的这个关涛 让人觉得 这个人的那种 美好和善良 演出来 那谁演的角色 和他现实中反差最大 传家在那个戏里面 他是那么一个 扶不起来的 行了 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我知道了 但是实际 现实上 他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人 很正直 也很善良 而且他拍戏当中 他还跟人家 讲我这么北言 什么之类 跟人家 他所以说戏上去 传家还是 最好戏 这年您找他演了五部戏 对 洪高亮 他演的是 那个谁 玉郎 他来试着 可不是玉郎 最早他想演的是 黄轩演的角色 后来我说 我看他的样 我觉得你不像 而且你那个眼睛 桃花演 演跟那个谁合适 然后他演得非常好 他说我从你这 变成个反面演 后来 明月里面他演那个 楚怀王 挺好的 一个好色 这个 昏庸好色 有糊臭的这样一个王 心里就非常的复杂 但是他 真的是个好演 真的戏演得非常好 下回一定拍个正面 把他给纠正纠正啊 要不然 这不是害了人家 曹正总 对不起他 幸福没有和庆来离婚 而是选择和他一起回乡创业 您怎么看这段设定 其实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幸福的一个人设当一个更高的标准 因为他跟庆来不是没有感情 他跟庆来是夫妻 幸福还是一个善良 有同情心 有同理心 这么一个人 庆来虽然进城之后 他原来的那些想象没有达到他的期待 他还有过去的一些旧的意识 但是他没有干那些 比如说他外面乱搞 他的心眼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这一切都让幸福做不到 要跟他分手 也有人提出来 他跟罗进 跟那个关桃好 是不是 这个呢 就幸福的格局就变了 他不是仅仅是为自己想 他也为别人想 我要把他也给带好 一块来往前走 系里的万家庄 他是不是现实中也是一个已经致富的村子 对 还有旅游的什么之类的 很漂亮的 当然是几个地方 综合到一个村 而不是 就是一个村 这时候我们就拍了 那万家 王家 幸福客栈 都是接的老乡家吗 都是接的老乡家 那他们靠得近吗 我不接 靠谁都不接 它是在山里头的那个另外一个地方 那系里还有哪些真真假假的场景 我们城里的戏多数是在宁波拍的 然后农村的戏基本上都是在 黄山 优秀网友大家好 金牌的幸福到万家 我想可能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